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要做到这一个实际上就在于我们要做时间和空间的转发 你希望他用小地址来访问大空间 那么你就要损失时间 所以就说你要 这就是一个责中 用小地址访问大空间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希望的就是用寻止方式来扩大我的绑层的范围 怎么样来做到这一点呢 怎么样来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说我们用一个方式来进行这个规则的变换 这个方式呢就是我们讲的寻止的方式 所以寻止方式呢 它就可以描述为有形式地址产生有效地址的方法 所谓形式地址指的是指令中间 机器指令中间 要注意不是符号指令中间 是机器指令中间 地址字段给出来的那个地址 就是你形式上看到的那个地址 它就叫形式地址 什么叫有效地址呢 也就是我们的陈主席的物理地址 我们称之为有效地址 我们能够直接保分到的 拿着这个地址直接就可以保分到的 对吧 那个地址它就是有效地址 因此我们的寻止方式就是从 你给出来的形式地址 什么生成为有效地址 去访问到我的超多数 寻止方式它的出现的目的 这样开发起来 准备有三个 前面一个我们提到了 是扩大访程的范围 第二个就是提高访问数据的灵活性 和有效性 比如说我们希望用宿主 我们希望用宿主的下表来访问 这样一个数据结构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有寻止方式的支持 第三个 支持软件技术的发展 以前的程序 做出来 编度程序出来 要放到内置中间去运行 它必须放到一个固定的地址 就在内置地址运行 所以它是在跟绝对比值是相关的 而我们现在的程序 我们说是应该是浮动的 在内置中间是浮动的 只有你的程序可以在内置中间浮动 可以重新定位 我们才可能实现多道程序设计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一个程序 有两个副本 同时在计算机中运行 它是放在计算机内层的不同位置 同时在计算机中运行 而且副不相干 这个就要得益于我们软件技术 那么要实现这一个 它需要我们硬件的支持 也就是寻止方式的支持 既然地址码中间已经含有了寻止方式了 那么所以地址码它的位数 就要有寻止方式来决定了 地址码的编码就要有寻止方式来决定了 就是说不管要给住地址 还要给住它的寻止方式 那么地址码的编码原则也是一样的 它是希望指令的地址码尽量的短 那么也就是说目标代码就短 存储空间也就省 但是它还希望找到大的空间 第二个操作数的存放位置要灵活 地址的空间也要尽量的大 这样就有利于我们的编译来进行优化 产生高效的代码 第三个 我们希望以成形式地址 产生有效地址是个计算 它尽量的简单 只有计算简单 它才计算的快 因此指令指线的快 寻止方式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方面指的是指令寻止 一个方面指的是超速寻止 由于指令寻止 它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正常执行 也就是说顺序执行 它的这个PC 我们讲的程序技术系 它只要顺序增加 当前指令的长度 只向下一条指令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情况所以它是自动的增值 非常的简单 第二种情况就是转移指令 就是有分支挑转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它的超速度就可以跟我们工厂的超速度的群值方式一样 也就是说跟我们正常的数据的超速度这样的群值方式是一样的 这样一来 我们就不需要把指令指纹担过来考虑 我们就只要考虑超速度的群值就可以了 那么超速度的群值呢 由于它超速度的来源比较多 它可能是寄存器 也可能是外式的端口 还可能是组存或者是虚存 也可能是占底 有各种不同的来源 而且呢 它超速度的结构呢 也不同 我们说有位 可能是进行位操作 也可能进行自节操作 半次操作 自操作 双次操作 一位表 也就是数组 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数组 这样的操作 那么 因此呢 它的群值方式呢 相对来说复杂 我们呢 现在呢 通常我们指的群值方式呢 就只指超速度的群值 因为指定的这个群值方式呢 可以跟它的群值方式呢 一样 第二种的方式呢 跟它一样 所以就克制 超速度的群值 群值方式的确定 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 就是在超速度码中间 给定群值方式 这种方式呢 在密质指令中间 它指令呢 就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它指令中间 仅有一个群层的地质 且指令中间呢 也只有一两种的群值方式 由于它的方式少 所以呢 我们在指令中间 顺带的事情把它给出来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采用专门的群值方式位 专门的群值方式位呢 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呢 就是8086 8088 就是我们比较早期的 我们的PCG 这样的机器呢 它的 可以看看 它的整个的指令的结构 它含有指令潜粹 但潮约 操作码 群值方式 位移量 以及力技术 这个群值方式 它占有0 或者是一个字节 也就是可以有 可以无 一个字节 来指明它操作的 这样的一个群值方式 这个呢 就是专门给出来的 这样一种方式 而基本的群值方式呢 我们说 有这么样一些 有力技群值 直接群值 间接群值 计存器群值 计存器间接 偏移群值 飞载群值 我们下面呢 分别来一个一个的介绍 第一个 力技数群值 也称为力技群值 它指的是指令中间的 地质字段 直接给出了超多数的本身 注意它直接给出的是超多数的本身 也就是说 如果从指令的格式中间来看 超多码 目的超多数 在这个原超多数中间 直接把这个 它的数据 超多数 放在这 这个地方 所以指令中间 拿到这条指令的同时 就已经拿到了这个超多数 不是超多数的地址 直接拿到的超多数本身 正因为你拿到的是 直接的这个超多数 所以这个超多数呢 它也只能作为原超多数 它就不能作为目的超多数 因为一个常量 它是不会在存储器中间 给它分配空间的 它不分配空间 它就不是个容器 不是个容器 它就不能装容器 所以说 常量 它实际上是在我们的 在翻译阶段 就会被医患 直接放到指令中间 直接放到这个指令中间 这个呢 是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指令呢 我们说 这样一个例子 就可以看到 假设我们现在是 要做的是把1000F 这个常数 要送给AX 这样一个计程器 那么 它指的含义 就是这个1000F 直接出现在了 这个指令中间 直接出现在了 在指令这里 也就是说 我们的原超多数这里 直接给出来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指令 它指令执行的 时间就比较短 因为它不再 不要去仿存 也不需要到地址系统间去找 拿到的就已经是 指令的超多数本身 但是呢 这个超多数呢 由于它实在有一个指令 地址之段 它就受到这个地址之段 长度的限制 受到这个长度的限制之后呢 因此就 这个超多数的大小 也就受到了限制 这个超多数就 不会变得很大 就是这样 它的位数有限 因此呢 它的超多数大小呢 受限制 这个呢 就是逆极数旋址 为了介绍下面的旋址呢 我们假设 这样的一些约定 A代表的是地址 字段值 也就是被的是地址 而R呢 是计存器的编号 是计存器的编号 EA表示有效地址 括号X表示 是地址A的中间的内容 用括号表示 这个地址中间的内容 我们来看 存储器的直接群子 存储器直接群子 指令中间 给出的这个超多数 超多数是存储器的一个地址 而超多数呢 实际上是在存储器中间 也就是说 这是存储器 存储器的A单元 但是 那么 我就把地址A 就放 谢谢大家